多拉成语故事 勇往直前 前几天,多拉看到小伙伴们都自己骑自行车上学,很羡慕。 于是,她要求妈妈也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。 这天正好是周末,妈妈带着多拉来到公园,教多拉骑自行车。 可是才开始骑了一次,多拉就不愿意再学了。 妈妈,骑车好难啊,我刚刚差点摔倒了,我不想学了。 多拉,不要遇到一点点困难就退缩,要克服困难,勇往直前。 不然,你永远都学不会。 勇往直前? 妈妈,勇往直前是什么意思啊? 勇往直前,勇敢地一直向前,比喻有充足的勇气。 通常用来形容人们毫无畏惧地迎着困难前进,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精神。 原来是这样啊,可是妈妈,我好怕骑着就摔倒了,那样会很疼的。 多拉现在才刚开始学,骑不好是正常的。 但多拉一定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,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。 等多拉骑得次数多,慢慢学会了,就不用怕摔倒了。 而且,妈妈就在多拉身边,不会让多拉摔倒的。 嗯! 妈妈说得对,我要有勇往直前的学习精神,这样我就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骑自信车上学了。 嗯嗯,多拉很勇敢哦。 不过,妈妈你一定要记得,看见我摔倒的时候,要及时扶住我哦。